所以约翰福音也好 约翰一书也好 老约翰是一个非常注重生命的人 那么当他写约翰福音 写约翰一书的时候 他基本上在他整卷书里面 有三个很忠心的耶稣的特点 一个讲到基督是生命之光 是光 讲到耶稣是爱 讲到耶稣是生命和能力 这是老约翰对基督在描述的时候 他整个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三大重点 讲到基督 他是光 他是爱 他是生命能力 所以很稀奇的是 就是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就正好有三个经文 他特别说到 人怎么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在这里有三节经文 他一个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那主的道 说到是光 生命之光 真理之光 所以当我们真正遵行主道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应该是充满光明 教会是不容许罪恶 教会是不容许暧昧不明的事情进来的 教会是应该满了光 真理的光 生命的光在这里 你们显在这个世代 好像明光照耀 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所以教会或是门徒身上的第一个特点 应该就是这里充满了光 充满了生命 第二个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英文是说你们若彼此相爱 不是光有心而已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神家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 在这里有爱 而且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 主的爱借着我们活出来了 我们彼此相爱 就像我早上讲的 虽然我们都在施工中 诸多不便 给人家带来很多的为难 但是我们都在这里彼此相爱 一起成长 这是神家的特点 那么第三个特点 在这里讲到 他说你们多结果之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十五章 什么东西能结果之 一定是有生命 对不对 尤其前面讲到主是真葡萄树 我们是祂的侄子 我们跟祂连结 在跟基督连结的里面 基督的生命丰富 营养祝福都成为我们的 让我们可以结果之荣耀圣 所以门徒该有的见证 道成肉身 光 爱 生命和能力 这是我们希望 我们因着门徒训练 不是只是一个program 一个计划在教会落实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更像耶稣 Cak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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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ちょっと Memo 11 1 4